我们现在已经切回到直播间了 没错,你现在依然关注到的是我们握手会的直播现场 那么我们现在的两位小小姐已经就做了 首先让他们打个招呼吧 来,两位,有请 大家好,我们是S&H48 大家好,我是S&H48 Team S2 妈妈李雨琪 大家好,我是S&H48 Team S2的小爱成光慧 所以两位其实我也不必多做介绍 然后大家对咪姑也很熟悉 刚才见到就说咪姑娃娃很熟,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跟咪姑有关的那个活动 然后当时有在这个上面签名 然后送给粉丝之类的 送给粉丝 所以以后要有机会的话 我们不妨在这个武汉站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些娃娃送给大家 对,我们很喜欢这个娃娃 就是在上面给它画脸 然后对,画表情 对,很可爱 那我们可以在现场就做一个约定好不好 好 到现场到时候我们有这个来的朋友们 我们画几个娃娃,画一些哭的表情 笑的表情 然后送给我们的粉丝们 那刚才之前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 也给大家预告了 说在8月19号的时候 在武汉的湖北大剧院 我们的民国音乐现场 S-48 Team S2的经典赏西会 也会在那里盛大的举行 到时候我们的成员也会亲自出席 给大家带来一个 诶,经典的S的表演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新意呢 到时候就在现场的朋友 或者收看咱们直播的朋友才能见了 那今天我们先不聊演出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聊一聊 女孩子或者是男孩子 其实都很关注的一些话题 健身瘦身如何保持一个好的身材和状态 这个确实很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我以前很胖的 其实也没有很胖 就是有一点点胖 就是baby face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拍出来 因为本来电视剧会把人拉宽嘛 然后就剪得更圆了 然后我最近就减肥很成功嘛 然后但是虽然现在相机 还是会有一点点圆 但是大家已经觉得我瘦了很多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与其最后这个对不对的时候 眼神相当的犀利哦 关卉对不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经常的调侃他说 这个胖子 这个胖子 白胖白胖 对 没有天经常说他白胖 就很可爱 说他白胖 所以说那么成员之间你看 相互鼓励的一个 相互进步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出来了 对 两个人 你说你胖一点胖一点 反正是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反而给他的这个动力 让他成功的瘦下来 越来越完美了 对不对 好 既然你说你成功减肥了 来 现场赶快来解救一下我们这些胖友 好 有什么样的秘诀 没有 其实就是平常不要吃太油的东西 然后晚餐最好就是少吃一点 但是绝对不能不吃 三餐都一定要吃 然后也不要就是光吃菜啊什么 也要吃点饭 因为他要营养均衡才可以 就是胃他要感觉到有东西 他才会促进消化 如果他觉得没有东西的话 他就停止运作了 你是所以减肥减不下来的 所以还是要靠运动的 因为我弟弟是一个健身教练 然后我每天 对我弟弟是个健身教练 然后我回回家乡的时候 他就会带我一起练 然后他会提前先一个小时 给我练一些动作 一些平衡 然后再让我跑上一个小时的步 然后会每天增加的那个重量 跑步机的重量 对 然后一个星期我就瘦了大概三斤 一个星期瘦了三斤还不错了 很厉害 因为我知道其实女孩子和男孩子不太一样 这个男孩子呢 他们就是胖的话 就单纯的跑跑步啊 就蛮管用的 但是女孩子对自己要求会比较高 对 比如我脸胖 哦 有些最夸张的说我的胳膊胖 对 这里很难 对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有没有一些减肥的小技巧 刚才也讲到的 说一些 一个星期可以瘦三斤 有些专门的一些小技巧在里面 如果弟弟是健身教练 有没有传授 我有一个就是瘦这里的 就是你拿给我拿着 就是先拿一个毛巾 本来这样子的一个毛巾 然后把它这样扭起来 把两个手绑住 然后这样子上下 就是上到你上不去为止 然后因为这里不能分开 然后再下来 就这样一直运动 大概一天运动个五十下吧 五十下 因为我没有算过 我就一直这样做到 我差不多累了为止 然后就会 对 这里就会瘦很多 对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坚持 对 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不好的案例 就是 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我 其实我们 我们 我和毛毛 就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成员 就是我们三个人 办了一张那个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住的地方 附近有一个健身行 对 健身的地方 我们办了一个年卡 真的 我们真的是办了一个年卡 对 而且我们当时想的是 当时一定要每天去游泳 对 特别的健康 然后办了一张年卡 结果 我就去了 两次 我去了两次 对我也是去了两次 我现在在看这张卡的时候 过期了 其实 关辉 你这个故事呢 你讲到了开头 我已经 已经猜到了结尾 你开头讲到健身卡的时候 我在想 嗯 一定是又被骗了 然后又被忽悠了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 跪在坚持 对 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你就能做到 嗯 那么关辉其实 呃 身材也是特别好 我觉得也是 对 有一直在运动 对不对 比他瘦 比他瘦 虽然说 虽然说健身房没有去 但是应该像 与其一样 也有平常在做一些 这样小的一些运动吧 呃 这个还好 但是我最近有关注瑜伽 是因为 是因为我们 有个成员叫元丹 对他去考了瑜伽证 对他去学了瑜伽 然后考了一个瑜伽 终极的资格证 是我觉得特别的厉害 然后我就开始 关 就关注那方面的 就是东西 就就是 其实他那个瑜伽课 就是 持续了很久 他没有去过几次 然后就考了一个终极证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 那还是有天赋啊 他其实自己可能 暗地在努力 他以前是学民族舞的嘛 就腿扳的都会很开 所以就很厉害 而且就他们开课的时候 会背很多的东西 你知道就会有 会有很多的语言说 比如说让 让你想象自己在一个 宽阔的草原什么上面 就他就从头 就是可以背得很清楚 而且我还给他做过试验 对 而且我觉得瑜伽 也可以精神放松 对对对 精神上的放松 对对 这个真的可以 对 他其实有一点锻炼心性的 这种感觉 对对对 很玄妙的 修身养性 修身养性 对对对 我觉得瑜伽很好 因为我自身其实也有在运动 你也练瑜伽 我有去过一次 然后我真的觉得 然后喜欢上了瑜伽老师 首先瑜伽老师 首先瑜伽老师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是后话 对 他也非常被忽悠了 然后呢 我去了一次就再也没去 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老师呢 不喜欢你 非常认真 太严格了 啊严格 然后就会不停地去踩你的背啊 然后跟我讲说 瑜伽就是坚持 然后让你一个很奇怪的姿势 会摆很久 会痛吗 不痛 但是你会一直坚持 但是你张在那里 真的非常的累 所以两位在运动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坚持不下来的时候 有 就我 我觉得有一个很难 就是 就是 双肌撑的那个 那叫什么什么撑 就是 就是 来 我们先来演示一下吧 这个怎么说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平板支撑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平板支撑 就是这个 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个老 对 老累了 就是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节目 然后那个节目里面就是 每一个嘉宾去都要做平板支撑 然后做的时间最久都送一台电视机 然后 然后一台电视机 我都没有坚持下来 就没有把你吸引到 对我只大概坚持了 三分 两三分钟左右吧 就是 真的很累 因为我并不常做这些体能性的项目 两三分钟你能坚持到吗 就是宁死不屈都只能两三分钟 我觉得我不太行 不太行 我觉得因为真的很累 很累 所以还是你是运动达人了 没有 我们团有一个人 就叫陈思 但是他那个8月19号的那个 咪咕音乐音乐也会来的一个成员 他坚持了几分钟 七分钟还是八分钟 是 特别的久 就拿了个 拿了个 但是最后还是拿了个第二 就是差一点点 对 到时候你们可以请教一下他 对 不错 那刚才讲到了我们会自己做一些平板支撑 在我们做这个一些项目 就是平常就是东奔西跑到各个场地都跑嘛 那么会不会就是说 哎呀 反正平常就跳舞了 然后就没必要再单独在运动了呢 其实也不行 不 跳舞和运动是锻炼不一样的地方 对 就是 运动是减肥肉 然后跳舞主要是就是练习控制啊增肌之类的 对 是不一样的 而且就是我们这一行就是跟舞蹈的接触也很多嘛 所以我们平时练舞蹈也是应该的 对 就是 对 我还以为说啊 今天的舞蹈的运动量已经非常大了 好吧 那就这样啦 就 就不需要再做运动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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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自己私下还是很努力的再做一些东西 没有 没有 对 对 对 我们表面是这样的 表面是这样的 这种话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我私底下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私底下我们从来不运动 然后就每天都吃肥肉 像我办了个年卡 才去了两次 第一次看的时候已经过期了 然后还在这里非常认真的跟大家讲说 我不要怎么样去运动 我们其实主要是想 把这个精神传达给大家 就是一定要坚持 另一个说要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其实我觉得说起来 这个要求的话 我们咪咕音乐现场也是一个 高标准演要求的一个演出现场 然后很多的艺人 都在上面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而在8月19号 在我们武汉的湖北剧院 也会有我们 Team S2的成员们 大家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 而且这个主题也特别不太棒 成是原动力 哇 这是一个我们化身成是英雄 去给大家传播爱的一个 传播正能量的一个演出了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要结尾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换一个方式好不好 我们就不挨个的打招呼了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粉丝做一个呼吁 我们一起来念一条 给大家打一条小小的广告 同时也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去了 来我们先练习一下 我先开始哦 8月19号 咪咕音乐现场 武汉站与大家不见不散 登陆咪咕音乐观看我们的演出吧 专业漂亮非常棒 谢谢小姐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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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尬 好吗 那我们最后的这个今天的直播 就以这样尴尬我被嫌弃的一个局面结束了 那明天我们和小姐姐会有怎样的互动呢 同样是在下午的2点钟 咱们不见 不散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